昨天由中国船舶集团广传国际为意大利船东建造的客滚船 莫比格雷斯号在广州南沙交付起航 该船超过7万总吨 是目前建成的全球最大吨位的客滚船 这艘船总共有533间客房 满载可以搭载2500名乘客和近800辆汽车 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 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引2.0 梳理收录近年以来国家延续优化完善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50项税费优惠政策 让纳税人缴费人更加方便快捷了解享受税费优惠政策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 受到国际油价下降的影响 国内汽柴油价格12月19号24点开始下调 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415元和400元 这也是国内油价连续第六次下调